我們前面跟各位講了陣度 然後呢 我們就畫出個叫做等陣帶 陣度一樣的地方 點連層線 線連層面 就會有一個等陣帶的圖 你可以從圖上看得出來 基本上離正央越遠 陣度會越小 但是 講過了 什麼長子效應 就是所謂跟地質構造有關 對不對 因為地質構造 巴拉巴拉的影響 還什麼潑船效應 什麼之類的影響 所以 不是一樣的距離就會一樣大 所以不會是一個圓 你可以從圖上看得出來 好 這邊呢 這兩個距離差不多遠 可是這邊還有三級 可是澎屋子有什麼 一級了 因為它過海 能量會消散 能量會消散 但原則上是離正央越遠 陣度越小 考試的時候畫一張圖 問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陣央在哪裡 陣央在這裡 陣央在中心 這個看起來像原型的這個地方 原型的這個地方 叫陣央 第二個問題 告訴你 告訴你的這個地方呢 陣度有四級 規模有6.2 那請問你 這裡的陣度是幾級 規模多少 第一個規模多少 6.2 規模只有一個 你6.2我也 6.2 然後這裡四級過來就是三級 然後二級到這邊多少 一級 這就是一級 我就問你它的陣度有多大 規模有多大 我們就考試會問這些問題 看得懂圖就可以了 要等陣代 等陣代 但是後面就很清楚 叫做余陣 那地震完之後 還有一些 搖搖小一點 如果發生規模7.2上的地震 余陣還有規模就有5 規模就有5 這個余陣就很清楚了 就是余陣 余陣 這個前陣一個余陣 知道一下就夠了 重點就是 世界上的地震 大多數發生在某些地方 這些我們就叫做地震帶 經常發生地震的地方成帶狀分物 我們稱為地震帶 這件事情我們以前講過 我們什麼時候講過這件事情 講板塊的時候講過對不對 好來 這有主要有幾個地震帶 環太平洋地震帶 歐亞地震帶 中央頸地震帶 第一個叫做環太平洋地震帶 一大堆 這一大堆裡面只有兩個字重要 台灣 臺灣位於在環太平洋地震帶上 所以我們就多地震 我們就多地震 只有台灣 其他地方就不重要了 太平洋這一圈啊 太平洋這一圈叫做環太平洋地震帶 另外一個名詞很囉嗦 有不同的講法 有不同的講法 地中海地震帶 地中海及橫掛歐亞地震帶 來 抓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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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這一條 橫過去這一條 就知道就好了 還有一個叫做中央頸地震帶 就在中央頸頸上叫中央頸頸地震帶 這三個地震帶 知道一下 那就是環太平洋重要 因為台灣 台灣位在環太平洋地震帶上面 那麼 這就是我們當初教的 來 地震帶跟誰大致一樣 環太礁界帶 我們教你 環太礁界帶就是火山帶就是地震帶 我也嘴巴上講過 有些火山不在環太礁界帶上 那我前面講啊 叫什麼 多深叫深緣不用背 多淺叫淺緣不用背 但是這個要知道 有一個地震帶幾乎都是淺緣 以前其實提過 它是地寒對流上升 所以在上面狀態 在上面斷裂 所以幾乎都是淺緣 所以誰啊 中央幾乎都是淺緣地震 深緣地震幾乎都發生在環太平洋 為什麼啊 因為附近有很多的海溝 以前不是講過嗎 海溝會吐下去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獎益的第六頁 知事快遞 會有告訴你一些分布啊 深緣潔的狀況 你就自己看就好了 也不用背 它就大致了解 多深叫深緣不用背 多淺叫淺緣不用背 但是你要知道 中央幾乎都是淺緣地震 深緣地震幾乎都發生在環太平洋地震帶 因為這周圍有一堆的海溝板塊引破 所以是深緣地震 所以讓各位了解一下 等政代 等政代 了解一下地震帶的狀況 就是我們要學習的事情 OK